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令人心情不悦 更是有可能影响你我的健康 让消费者 让整个环境 能因为使用这一个产品 达到消灭登革热病美文 让环境更健康 不会有产生所谓的 登革热病美的疫情 因此就是说 我们希望奉献心 也要来做好这方面 带给消费者更健康 更芳香 更完美的一个生活环境 首先 可先于自家门口放置蚊香 利用烟雾将蚊虫聚于门外 但这个做法 难免会有漏网之余 接下来就可以来到 我们的下一个步骤 飞入室内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一体电蚊香 或者使用130天的防蚊片 那130天的防蚊片 它可以持续保持它的驱蚊效果 而且要是有蚊子飞进室内 它也能让蚊子在这个长时间的 美特宁成分的挥发当中 让这个蚊子急昏昏倒 它就不会侵扰人类 为带给消费者更好的产品体验 选用对哺乳类动物无害 却对蚊子致命 且无抗药性的美特宁成分 并顺利实验室 研究各式各样的蚊虫 确认及精进产品的有效性 我们的这个国际标准实验室 有养很多种蚊子 有热带加文 白线斑蚊 埃及斑蚊等等 为什么要养那么多的蚊子呢 就是为了要验证我们的产品 每一期产品的一个药效 它的一个功能 是不是都能符合国家标准 是不是跟世界同步 因此在使用上面 实验上面 我们就是每一批都做很严格的一个筛选 确保我们产品安全无疑 而若有些民众不喜欢使用环境卫生用药 也可选择制造成分单纯的花露水 既能驱赶蚊虫 又能芬芳环境 台湾做的花露水 含七五酒精 也就是说 它有很高的酒精成分 对于蚊虫 还有成蚊 还有环境 很多的一个所谓的臭味 都有达到这个驱逐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要除菌 除臭 除霉 清洁 芳香环境 我们会建议使用花露水 花露水的功能非常多 因为它能取代一部分的酒精 我们公司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 有非常大的一个自我期许 其实我们有四项产品 是列入行政院主寄出的物价指数 那我们甚至有几项产品 就是做公益价 做公益的一个所谓的回馈 也就是说我们尽这个社会责任 希望用公益的一个价格 来推广这个产品 而品牌自创立以来 便是秉持着消灭害虫 美化环境的理念 一路走到现在 炎炎夏日将至 除了避暑 更重要的是维护居家环境 守护家人的健康 这个就是六十几年前的一个 沉船到现在 算是第三代的 我们一开始要就是希望就是说 维护环境卫生 创造健康人生 然后再来就是慢慢推演出 让健康人生更能芬芳社会 让大家在这一个很有气氛 很浪漫的一个环境里面 身心灵提升